总统就职满月给自己打几分 总统如果请到听到问题是笑笑 有就这妈姐各位万一都来到五十六点八% 行政一定有到英台万一都也破过谁 虽然国会现在穿得突突来 也是万一都可以保持过半 后面当然是一场硬仗 所以我想有期望 但是也有很高的一个期许 我想当然这个对内阁来讲 也是一个激励人心 也不过这一个会 国会为到国管法案是完课 这政党在红书记 还能够好万一都 现在我们看好六千特别来表现 如果比较六千特别 都应该下去 民众看国会没这么六关 理论政体万一都是没到三成 没万一都买到六成 对国会政教的基台 超过八成是希望何解 不过整体来讲 国会扩权的嫌疑比例比较高一点 反对国会扩权跟国会改革 这两者之间不一定是等号关系 行政改革 司法改革 或者各方面的改革 人应该要持续 可以确定的是 民众不希望国会 一天到晚都乱轰轰的 另外一定有韩国作为民党 也欢迎到国会乱胜 也不安一都跟他四成 没有不安一都四成到 是要跟五成 就不喜欢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 领导目前结果 例如说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副军企 跟王国昌可能要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还做一个对照组 就是韩国瑜其实还得到44%的 只是满意度 他远远高于民众党跟国民党党团的支持度 就是说不是硬的冲撞 无论的学者的点 如果要终掉 这两个人的评论 先提出国官的法案 就已经引起民间的犯罪 国会这第一个会期 万一都就滴滴滴落 民众一个犯罪 就不知道如果要有听进去 民众新闻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